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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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会选出我们出名的时尚品牌 NB 全球的全新亚洲形象大使 不用小心了 这一刻我们都是因为T stage而相聚在这里 这一刻是美丽的 这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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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下啊 对啊 他不是这个新人吗 嗯 这个新人真的假的呢 对啊 他不是这个新人吗 他不是这个新人吗 大家都知道我的老东家是T stage 他对我有知遇之恩 这么大的活动我当然要回来支持 那秘成恋是真的吗 那只是一个恋爱真人秀 私下我们是好朋友 请问乐成先生 你知道闺蜜准备进军影视圈的计划吗 是吗 是吗 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演戏不是简单的事 即使漂亮的女生也要多磨练磨练 你的意思是说闺蜜小姐是花瓶吗 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花瓶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对我外表的肯定吧 我很感谢上天给了我这样一份礼物 所以我很开心 所以外界盛传有很多富商在追求你是真的吗 只有时间在追我 说到时间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闺蜜小姐年纪的猜测 请问您的回应是 我已经三十岁了 已经三十岁出道进军模特圈 先是以一支广告走红 后来又以恋爱真人秀在娱乐圈爆火 想必您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年纪 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机会 所以我也很希望 大家可以通过我能够看到 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还有梦想 那么作为T stage的新人 在刚刚大合照 你就直接挤上了C位 请问这是事先安排好的 还是你在故意炒作自己呢 快跑 麻烦让一下 不好意思 别那么小心啊 小蓝 莫程 笑笑 嗨 裙子 我 不好意思 各位小姐 请您正面回应一下 各位小姐 各位小姐 去上上去吧 各位小姐先说一下 对啊 我觉得 认识一个人就像交朋友 是需要时间的 请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向你证明 您误会我了 好了好了 好了 感谢各位媒体的关心 现在闺蜜的采访时间已经到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欣语吧 好 谢谢 谢谢 方云 triple 请问民主县 请问民主县和哪吴的这种 王朝央 支持这里 您要好好关注我 就会知道了 真美 白小姐 您为什么好 光糖啊 刚刚还在这儿 奇怪 还有什么问题啊 多问一点没有关系 看这里 王小姐 看这里 要排的美美的啊 唯一面大使 白小姐是不是 我 妈 我最近在公司集训 我晚上就不回家住了 放心吧 公司宿舍很安全的 你告诉爸 爱你们 嗨 骆成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都没有注意到你 你拉拉练的时候 我来吧 谢谢 来吧 男朋友帮你拉拉练 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吗 是前男友 不过今天谢谢你来支持我 秘密 你现在是热搜女王 是我来蹭你的热度才对 要不是公司不让公开 我真想告诉大家 你是我的真爱 七年了 你倒是越来越油嘴滑舌了 秘密 我们复合好不好 地下恋情已经不适合我了 好啊 如果我说不再是地下恋情呢 哈喽 你好 我是T-Stay的签约艺员 我叫顾和启 你好顾小姐 我知道 刚才 谢谢你啊 刚才 你好 这是什么 秘密 秘密 我真是太笨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 丢死人了 顾小姐 你真可爱 真的吗 谢谢 秘密姐 刚才看你采访的时候 好厉害啊 要是我的话 我早就生气了 以后你就叫我秘密姐吧 我叫你和启好不好 真的吗 秘密姐 你人真好 不仅长得漂亮 情商还高 简直就是完美 傻瓜 没有人是完美的 对吧 对 美玉都是有瑕疵的 贱品才完美无瑕 落成 很少有人 能跟我待在一个房间那么久 却一直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不 不是的不是的 我 对不起 没关系 秘密姐 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 好啊 那我到时候可以约你出去玩吗 当然啊 我们要尝尝医院 好呀好呀 秘密 嗨 Serena Serena 你也在 我 何起在等我换衣服 我在帮她们 不用解释了 我又不是记者 换好了吗 换好了 全球首川超级款 非常适合你 等一下出去敬验全场 到时候如果他们嫉妒你 不要埋怨我偏心哦 一起吧 不了我还得赶到机场 还有别的工作安排 嗯 你忙你的 秘密走 我带你去认识一些朋友 Serena 我 一起吧 好呀 演哪 我 giornleg 我真的很想跟你解释一下 刚才站在 C位 实在是我的无心知觉 能够有勇气站在C位 那证明你真的是了不起 女迷信那点事 我懂的 谢谢你的理解 而且 我还想跟关唐道个歉 怎么了 我刚才踩了她的裙子 害得她差点 放心吧 她不会介意的 你在找关唐吗 嗯 她不喜欢这种聚会 现在应该是走了 走了 嗯 可是聚会才刚刚开始啊 反正 有白心女一个人就够了 再喝一杯吧 她一直都这么妖娆吗 她一直都这么妖娆吗 嗯 确实大家都挺喜欢她的 她条件好又年轻 难怪啊 好羡慕 来 小姐真的很漂亮 来 小姐真的很漂亮 祝你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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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卓老板 秘密 你介绍一下 卓老板著名媒体人 就是秘密 我知道她 闺蜜小姐 嗯 谢谢 没秘密啊 卓老板 就要您大名了 我得提醒你一下 千万别被我拍到 照片要回去很贵的 卓老板 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秘密 照顾不敢当 魏小姐现在是如日中天 我相信 将来我们一定会合作多多 合作 啊 要想不被别人忘记的话 你得适当找时间 多制造话题 多曝光 这个我不太懂 您太谦虚了吧 就算您不懂 卓老板 在聊什么呀 怎么没带上人家 欣宇 我一进来 就看到你一直在喝酒 你的酒量还是那么好啊 对呀 怎么喝都喝不醉 好苦恼啊 干杯 来 卓老板 人家好伤心啊 都不知道多久 没上热搜头条了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 上次你百败太明显了 我发出去都没人相信 那 那怎么办嘛 怎么办 办法怎么是有的 还是 我想个办法 介入一下落成和蜜蜜姐 怎么样 哎 这个主意好 有创意 是吧 那就预祝我们 合作愉快了 来 嗯 嗯 欣宇 你妈妈呢 在男人堆里呀 谢谢 干杯 你们先聊 我带蜜蜜去认识一下 其他的客人 好 你先忙 拜拜 再见 我觉得 他一定会更好 有很多人 有没有 有很多人 啊 我是 我还会给你 买了 你 我有很多人 我都会尝试 你 i know you 怎么回事 我才喝了几杯啊 难道这酒 你没事吧 去哪间 不要 你是谁啊 疼啊 疼没事 怎么办 你干什么 需要我将警察帮忙吗 什么 闺蜜 闺蜜 震惊娱乐圈的朴胜利夜变迷奸时间 却只是揭露背后今天丑闻的开示 被曝牵涉其中的女星金善严 今日 老张 你打收音机声音调小点 然而 还有越来越多的明星卷入暗间 你做神仙 由此 我们可以看看 为何看出 谢谢 谢谢 或许 从金善严的遗书中 我们能察觉一丝端明 混乱复杂的游乐圈 让我置信 我觉得 我就像是一个疯子 一个常常哭的时候 笑着 家住哪儿啊 我没住在家里 我住在公司宿舍 哦 好 那让司机送你回公司宿舍 谢谢 谢谢 到了 你还好吧 哦 我已经好多了 今天晚上 谢谢你 在圈里这只是个开始 你以后要遇见的事情 会比今天可怕得多 嗯 谢谢 我劝你还是早点退休吧 嗯 那他 我照顾他你别管了 快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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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有点 好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